字幕作為李宗盛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劉仁真好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個主母隊的一個大套戀 那這一組大套戀做了快要半年 這個今天跟客人說一個不好意思 那他做起來就非常的開亮 本身呢 這個套戀他是在廣州 廣州這邊是600多萬台幣的一個報價 那我的客人他覺得說價錢有點高 所以來問我們 那我們幫他做好了以後這個價格 他是便宜差不多3倍以上 那也就是100多萬的民幣 但是我們這個便宜3倍以上 來 進場我們的美女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主母率 他是多麼的奢華 他總共使用的主母率已經超過了200克 就全部在他的身上 他就是我們公司很漂亮的玫瑰仙 那現在呢 在他身上 有沒有一個什麼感覺 你現在你覺得戴起來有什麼感覺 重重的 有沒有專業一點 你不要那麼專業好不好 很貴氣 很好 勉強都得 我們在做套戀或是在做手鍊的時候 我們要很擔心說他會不會這樣子翻來翻去之類的 那他現在是說他是完全的很沉穩的 戴在他脖子上不太會晃動 也感覺是很安全的 然後他也反而不會隨便掉的 那我們馬上就來測試一下 好 那我們先原地挑戰一下 客人不能隨便測試 客人不能隨便測試 那這個 客人帶著應該也不會跳一跳去 我們想像這樣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組的一個做工好了 這個蘇米他旁邊 這裡有很多漂亮的 天然的一個鑽石 那你一定會問說 這個鑽石這麼多是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子 來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客人他就是要600多萬 600多萬台幣的那個廣州那一組他特別的喜歡 所以他直接把圖片尻給我 圖片就給他做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說這也不是我就是客人指定要做這樣 那我們現在做出來覺得說非常的一個漂亮 你可以看到上面 從左邊從左邊上來下面 那我們這個顏色 祖母麗的顏色呢 他是等於是每一種顏色都有挑到 那從深的到淺的幾乎都有 但我們盡量都是挑選 從蘇寶來講盡量挑選 越濃郁的 越乾淨的 越透的 還有從大中小 主要是顏色也要一致 不可以有的太白 或是不可以有的太黑 都不可以 那我們這個祖母麗的顏色它做出來 當然難免會有一顆兩顆 會有一點落差 可是這個都是難免的事情 那這個鑽石的部分 他下面這裡有兩顆鑽 三顆鑽 四顆鑽 五顆鑽越中間 他的鑽越多 也越大也越長 那 他這個鑽是怎麼做的呢 手工做 手工做呢 就是沒有模子 也沒有台子 全部都是師父 一個一個手工做出來的 對 一個做 兩個做 三個做 四個做 五個做 三個打 三個打 我覺得不行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了 一個一個接上去了 哪裡 不是手工的 來轉過來 只有到後面才不是手工 為什麼 靠起來 因為後面的部分 它左邊跟右邊長得一樣 所以說它後面的部分 它就是對稱的 只要做一邊 那其實另外一邊也出來 但是前面 對不起 前面全部都手工 一個一個做 所以才會做了快半年那麼久 然後 它這一個 它講電鍍的部分 或者現在金光閃閃很亮 電鍍的部分 但是主母率不能度 為什麼 主母率電鍍完 就會裂掉了 會壞掉 會破掉 主母率被電擊就會壞了 所以它 但是鑽石是耐啊 所以鑽石是丟進那個 電解水一起去電鍍 它電鍍完以後 我們再把主母率 一個一個用手箱上去 箱上去 箱上去以後呢 它必須要拿讓你膠水 這也沒有膠水 它必須要抹一點點那個膠水 在它的主母率的邊邊 這樣才能確保說 它的主母率不會掉 但因為主母率蛋面 就算你再厲害的師父 還是要抹一點膠 這樣才會對客人的一個寶藏 那珠寶礁 那這一個 這個 做的部分 它主要還是因為 手工的 不然其他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現在可以做出來 它的設計就是兩排設計 然後中間有做一些 很容易那種 白鑽的垂吊的那種點 所以在它走路的時候 來走一下 前後走一下 前面鑽走一下 前後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鑽石的光芒 是在閃耀 這樣是 很有讓人有那種 很漂亮很貴氣的感覺 有那種仙氣很重 然後很貴的感覺 所以說 這一組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 一個主母率的套戀 先介紹給大家 那當然它這個 產地的部分 應該是非洲的 現在要找到非洲的這種 等級的就已經很貴很貴了 那個人比亞是更不可能 因為個人比亞好的話 我們一般說 前後面不會做大面 齁 所以如果你今天買到個人比亞 在這種 你要小心 那記得我處理不穩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 珠寶介紹就到這裡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你的影片下 好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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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